这时候伴随着呼气 大 沉 其 沉 对 可以配合着你的屈身来进行呼吸 这个是可以的 气息要均匀 不要有一个大的吸 大的呼 就是你的吸气呼气 呼气是别人 就是你要不要让观赏者 就是跟着你一起去使劲 哎你是平缓的 大 沉 提 沉 好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吧 膝盖超过脚尖吗 不超过啊 咱们的膝盖是不可能超过脚尖的 我蹲也不可能超过脚尖的 对不对 那你这就往后做了 它一定是前提建立在我们的身体 是垂直于地面的基础上 好 大家会发现 我往下趋的时候 你看一下我的臀尖对的是哪 你们看一下 其实是我的脚跟 和我的臀尖 还有后背 包括我的头顶尖 是一条直线的 是不是 你们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看见没 对 所以它不可能这样子就往后做了 看见没 这样往前顶了都不对 所以你们要进入的一个大前提 就是上身是垂直于地面的 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屈身的一个发力方式 那么接下来屈身动力我讲完了 现在我要讲的是跨步提成动力 我们的屈身动力和跨步提成 包括弧线提成动力 我们都是伴随在一起来进行的 那么屈身是我们的根 屈身是我们的根 不管就是做什么动作 它一定都要有屈身 那么跨步提成动力 不是每个动作是一定会有的 那老学员知道 它有的动作 比如上身有姿态的情况下 它比如去做拖步 它就不强调跨步提成了 那么在我们基本动力当中呢 跨步提成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动力 我们现在来讲跨步提成 大家喝喝水帮老小站那点一下啊 然后我现在开始 准备 好 跨步提成呢 是大家 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跨的这个位置 跨骨的这两个位置 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段这个地方 斜面 这个地方去发力 大家自己去摸一下 摩擦一下 给它一个感觉啊 接下来你好好配合 你不要参与 屁股不要参与 明白吗 是前面参与 很多同学一跳 这个呃 这样子我啊 一做这个动作就屁股去参与 哎 我就做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 屁股再使劲的往下做的感觉 然后它一做起来的话 这块股股又是酸疼的 啊 跳了一会儿了 说老师 我这个跳了一天 我这块疼 其实是发力方式没对啊 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去做的啊 好 然后我们去找一下这个提的感觉啊 比如说 我现在以右脚为中心 然后我右边的这个胯 我们去摸一下 然后它去往上提 我们用手去拽着这个胯的 这块的这个裤子啊 给它一点往上提的一个感觉 搭 好 这样子啊 搭 好 现在右胯提上来的同时 我们左胯就会往下沉 它是一个提一个沉 这样的感觉 找一下 然后我们的重心可以给在你的主力脚上 好 这个感觉 然后你从正面来看我 大家从正面来看我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我的胯 我的屁股是往外撅的 是往外突出的 这种感觉就过了 你看它是有一个直角出来了 是不是 这种就过了 它的感觉是一个往上提的力量 那么从正面来看 你不会觉得这边有个太大的折角 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边沉 好 那配合我们的屈身呢 大 诶 这边走 看见没 大 好 一边提一边沉 这个围着使劲 好 然后反过来再试一试 这边提啊 这边的胯骨 提 诶 大家先不用配合那么大的屈身 先有一个往上提的感觉 好 再来 走 提 提 再来啊 走 提 我从侧面看一下啊 这个感觉 来 往上 走 提 这是很难的 这个劲很难找 所以我在这带大家多找一下啊 摸住了 走 提 好 这个提的感觉 你看从侧面看老师的这个 有没有身体的前和后的参与 完全没有 身体和腿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只有这个跨 提的感觉 那你们从侧面看我 我还是在一个平面里 我没有撅出来 看见没 如果你撅出来的话 就这个地方就是使劲了 明白吧 就这一条囤线囤积就使劲了 囤积不要使劲 在这个位置去走 好 这个是从侧边看 我们也是一个平面 从正面看 它也是略微垂直的一条线 没有折出来 你们这个一定要在家对着镜子去找这个感觉啊 然后这边呢自然而然的往下沉 好 配合我们的屈身 就是这边跨 提的同时 我们是屈身要往下驱 提跨和往下驱是伴随着的啊 走 看见没 一边提一边沉 到这儿 这是往下驱 驱到侧面看一下 也是垂直的啊 好 然后往上走的时候 我们的上伸的时候 我们的提成胯要慢慢的怎么样回正了 当我们的上伸到达 我说所谓的最高点的时候 在不完全伸直的情况下啊 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的胯去回正了 然后再往下驱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反面的提成胯 走 提 搭 好 再走 搭 提成 看见没 哎 去伴随着 好 我先往上伸了 往上伸了 我的胯 慢慢的放正了 端正了 然后再往下驱的时候 同时的 走 好 再起 再沉 同时走的 是不是 你一定要同时 这个气口一定是同时走的 就是我的下驱 就是我的下驱和我的提胯 都要在一个节拍点上 一 看见没 然后回一 然后往上走的时候胯开始慢慢的回正 不要一下回正啊 胯要慢一点回正 一 一 二 然后 三 四 看见没 然后 五 六 同时的 七 八 去找这个时间点 跟驱身配合的时间点 二 三 四 看见没 五 六 七 八 好 从侧面看一下啊 五 六 七 八 先沉 一的时候 中拍向上 一 二 然后我现在给提右胯了 提右胯的同时往下驱 三 四 到这儿 哎 你看我的体态 我现在往下驱了 提右胯了 你看我侧边的上身 有没有什么感觉 啊 好 再走 伸慢慢的胯放正到最高点的时候胯放回到正了 然后往下驱的同时左边的胯开始向上提 一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就是把这个过程去做的平均 不要 一 看一下 马上到位 一 一点点 一 看到没 大 一 二 然后 三 三 你看一点点到位 三 四 当我下去到最低点的时候 我的皮胯才到达最高点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好 明白了吗 这个是我们的